胡军现场吐槽现在的演员不用原声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很好 昨天看了个视频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新生 主持人采访胡军 电影演员胡军 这大家都很熟 著名的硬汉派选手 他就说现在的演员都不用现场收音的 剧组也为了省事尽量的不现场收音 即使用自己原声的 都是后期自己再来配 这样虽然还是你自己的声音 但是跟现场收回来的那种 声音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更有甚者很多 就是干脆就现场就 这已经被很多人吐槽过了 干脆现场就胡说八道 后期找人配音 他说从来这个演员 这个行业好像没有这么好干的 这以前你自己用原声现场收音 这是你的基本功 你作为一个演员 这是你最基本的一件事 结果到现在成什么样的了 你不但不现场收音 自己配音也就罢了 连台词都不自己背 随便说个1234567 7654321 然后再去找个配音演员 来给你配音 现在很有意思的 就是个配音行业 反而越来越红火起来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 这个演艺界的人士 他自己不用自己的原声 剧组也不愿意现场收音 因为现场收音 对环境对拍摄 对各个方面要求的很高 对演员的要求也高 那你中间如果有一个说数字 说123567的 其他演员这个现场表现 也不好表现 所以越来越多的剧 不用现场收音 那也就导致你这个剧 最后出来的效果并不好 配音大家都能听出来 非常明显都能听出来 除了有一些确实是 这个没有办法 声音达不到要求 演员自己本身 其实水平够 但是我们想要更好的效果 那比如甄嬛传里的 这个给孙丽配音 那效果确实就比孙丽的原声 可能更符合 这个扭轮甄嬛的这个气质 但是人孙丽 现场自己说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另一个问题 《霸王别姬》里面 张国荣也是杨立新给配的音 但是并不是说张国荣自己不行 只是因为当时剧组导演 想达到更好的效果 这个配音和张国荣本身的声音 是非常像的 所以出来效果也很好 但是其他各种 现场收音的效果都非常好 这在以前中国的演艺圈 现场收音 现场拍 这都不叫事 你说以前的拍摄条件 有现在好吗 肯定没有 大家照样效果出的来 结果到现在 越弄越回去了 当演员越来越容易了 你来了之后 连台词都不用背 你自己随便张张嘴 后期就有人给你配了 就是这样的环境 就导致像胡军 他其实本身根本就不会缺席拍 但是他吐槽的这个事情是普遍存在 就是这种环境 导致了现在演员的水平越来越差 也导致了现在的电视剧水平越来越差 电影水平越来越差 这种恶性循环 就导致现在观众也不爱看 观众为什么 就是苦这种什么小鲜肉 什么这所谓的这种流量明星久矣 就是因为他们确实在业务上不过关 但是又要捧他 那怎么捧他 各方面都不过关 那就台词也不用说了 声音也不用弄了 全都给你找人 你只要出张脸就行 但是大家是不瞎的 好电视剧出来 大家还是要整着看 像狂飙这样 大家还是才会有这样的热情 所以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 早晚这个行业的这个现状 会导致这个行业继续的衰落下去 首先得回归到这个行业的本质 你得靠你的表演和声音 你整体的这些东西来留住观众 你得有演技 你得用你的声音表现出你的演技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加关注